悠游静奏野生家 从那个静 悠游 很优雅 这个游玩 整个心思都在这种很悠游的那种环境之中 能够静奏 就是能够安心在这种非常殊胜的环境之中 能够常住 那野生家这个野生就不被凡属所束缚 它已经超越那个五行阴阳 所以我们了解说悠游静奏野生家 这个表示我们心中都非常的笃定 不被凡尘的一切所左右 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们都会顾忌到那个众口受惊 那个人家的嘴巴一直讲一直讲 这个好人都被他讲成坏人的 很厉害的 可是你只要悠游静奏野生家 那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 跟我没关 那一种心境很舒坦 所以悠游静奏野生家 从字面来讲 就是说我们已经不住在这个吵杂的社会 住到深山里面去了 然后自己在深山里面生活 那个是字面的意思 可是字面的意思 那个比较粗浅 它是形容我们内心 一定要自己有主见 不会受到外境影响 那么去疾安居时潇杀 接下来这一句 那个去就是很静的意思 那么去疾很清静的 如如不动 那么安居在很清静如如不动的 那一种状态之下 安居把不生伯昧的真心 都已经安居 居住在不生伯昧的真理世界 所谓安居 那么这个样子实在是潇洒 这样懂意思吗 很潇洒 就是一点瓜也没有 一点障碍也没有 自由自在 又呈现了 非常殊胜的景象出来 潇洒的状态出来 所以都是从我们 不生伯昧的佛性本体 生花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